这是808机关冰点五通脱毛鱼 然后我们收到仪器标配的是一个手笔 然后一个顾客带的眼罩 美容时代的眼镜 我们在操作之前需要准备的凌胶 凌胶是起到一个倒光和滑动 保护皮肤的功效 首先我们收到仪器要安装 探头安装好 孔对孔的接好就行了 将管子套到我们的刮架上面 然后加水在开支之前必须要加水 这个是加水孔 这个是排气孔 这个是排水孔 仪器再收到之后是加一些纯净水或者是蒸馏水 如果是使用频繁的话一般是一周加一次一个月快一次 就是怎么判断仪器的水已经加满了 当这个加水孔加进水的时候 这个排气孔它有水排出来 就这泥仪器的水已经加满了 如果是说一个月快一次水的话 这个盖子要领开 领开之后它的水就会排出来了 等仪器里面所有水都排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领紧领紧再加水就可以了 这个是仪器的防雷开关 也就是说如果是天气变化打雷比较严重的 它会自动跳闸的 这是仪器的总开关 这是电源接口 我们来接上电源 打开仪器的开关 来我们看看仪器的操作界面 第一个是部位的选择 比如是说要脱蓝驴的腋下选择A 第二个是肤色的选择 选择完之后再调能量 能量一般都是从30调起 频率 我们频率一般都是调到3就可以了 这个是当前的水温 这个显示的参数就是 出光的总次数 这是启动 暂停 这是保存当前的治疗参数 这是恢复出厂设置 点一下它就变成恢复出厂设置 来我们先选择肤色 选择物位 选择完之后调参数 参数能量它是根据每个顾客的承受能力来进行调节的 好我们在操作之前要先帮复复清洁皮肤 修剪毛发 一般毛发修剪后剩下大概3毫米就可以了 修剪完之后再清洁 清洁完之后涂上凌胶 凌胶一般涂大概一块钱硬币这么厚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操作了 操作的时候探头必须要紧贴着皮肤 然后再按手柄上的开关 仪器是可以滑动式操作的 在操作的过程中 要先问顾客的感受 如果是顾客可以承受的话 可以稍微调高一些 一般来回操作大概6到8次就可以了